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上期影片介绍美商博地P210 512GB 2.5吋SSD固态硬碟 在下方留言区我看到一位观众 说他特价时用1399元买了实权CX2 1TB 2.5吋SSD固态硬碟 经过他测试可以360-380MB每秒一路拷贝到底 这句话真的引起我的兴趣了 如果依这价格切拌成500GB也差不多是P210的售价 在同等价位还有那么好的缓外写入速度 真的是佛心公司啊 所以我到实权科技的官网查看一下CX2 2.5吋SSD产品资讯 顺便也来做一下功课了解 可是我看来看去总觉得CX2和P210都是同等级一样产品 不太像是能缓坏速度还有300MB每秒的SSD固态硬碟啊 是我搞错了什么吗?还是露了什么重点呢? 嘿...所以我干脆自己买了一个回来测试看看 反正只要一上机测试就知道CX2有脊梁重了 这是我买的容量 如同观众说的都是1TB的空间大小 但可惜我买贵了100元 它的售价是1499元 我找遍了各大卖场就是没有在卖1399元的 而第一眼看到这CX2的包装盒子做得相当精美 保护性佳 正面清楚把产品特色都写在上面 让人看了一目鸟蓝 而我买的是1TB空间 它是直接用贴纸标示你购买容量大小 而CX2也是一样给3年的保固 在背后就是产品和制造厂商的资讯 来把CX2拿出来看看 哎呀 怎么每次我都买到塑胶外壳做的SSD呢? 如果你看了我的影片 结果买到是铁格做的SSD 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而它用塑胶外壳也表示CX2也是用卡扣固定 那我们来拆开看看 它又是用了什么好料在里面 哎呦 它的卡住力道真的比P210好拆太多了 我觉得应该不用花太多时间就可以把它打开了 有没有看到 这扣角真的只有一点点 搞不好用指甲扣一下就可以打开 可能完全不用动到工具 而CX2的主板也是短短小小一个 而其他同等价位的SSD大同小异 而这次的主控晶片我终于认得了 是使用SM绘容 储存颗粒也有清楚标示型号和QR Code在上面 但它怎么只用一颗储存颗粒 在背面是完全没有颗粒 所以CX2是直接用一颗1TB储存颗粒来使用 那我们开箱介绍就到这里 快来上机测试看看 CX2的实力在哪里吧 而这次测试平台和上次测试P210是一样 主机版是基加Z690 搭配CPU是Intel 13代i913900K 记忆体有32GB 频率为3600MHz M.2 SSD是金斯顿KC2500 250GB 读写速度有3500和1200MB每秒 显示卡是维星Gaming XTrio RX6900XD 16GB 而目前测试的室内温度为17度的台湾寒流天气真的有过冷 首先是Crystal Disk Info 目前也是一样全新未使用的SSD 可以看到目前CX2的待机温度只有15度也没有办法 最近台湾的温度真的有过冷 所以我在用Crystal Disk Mark读写性能测试时 CX2的工作温度最高也只有33度而已 也只能给你参考用 而最后在空盘0%测到读写速度和官方标示一样 读取有539MB每秒 写入有497MB每秒都在公差范围里 完全没有夸大不实的问题 而在4K Q1 T1 差不多是这入门级的SSD的表现不会差到哪里 接下来是AS SSD Benchmark测试 最后总得分有776分 IoPS约在37000和67000左右 比较起来感觉P210会好一点 接下来是大档案读取测试部分 我们一样用IDA64来对CX2做全盘线性读取测试 CX2它全程是用526MB每秒读取速度 它的图表线路感觉是用纸画的一样平顺 完全没有任何波动 真的有夸张 接着是全盘线性写入测试 在测试初期写入速度能平顺维持在450MB每秒 但也是写到38%地方 SLC快取耗尽后直接降速到60MB每秒 可能是使用好一点的主控晶片吧 CX2是很努力想把SLC快取空间清理出来 一直会在110和320MB每秒之间来来去去 又上上下下一直到测试结束 难道这就是观众所说的缓外300MB每秒速度到写完吗 不会吧 这波动如此夸张的写入速度真的能使用吗 我们用实际档案来写入测试看看 我使用的测试档一样是上次的52GB大小 同样复制到CX2里面 初期写入速度最高可以在186MB每秒左右 但写到10%之后 就会马上暴冲到450MB每秒左右稳定写入 可是到70%后又马上降到125MB每秒 如同机械硬碟写入速度 当我以为它会用这速度到写完为止 结果在80%时写入速度感觉有慢慢要提升到200MB每秒时 又再度掉到125MB每秒到写完 诶...怎么会这样啊 完全没有看到观众所说的 可以用幻外300MB每秒一路写到底 怪了 再来测试一次看看 嗯...第二次写入速度 完全和第一次相同的表现啊 哪来的300MB每秒一路写完呢 而我也再多次不断重复拷贝52GB测试档到CX2里面 约在第七次档案总计有364GB 当拷贝到38%时写入速度就开始上上下下大幅度的跳动 最低写入速度可以来到4.5MB每秒 最高又能达到200MB每秒的速度 原来前面测到的全盘线性写入是这样的问题啊 所以CX2的SLC快取模拟空间大约有350GB大小 差不多和现在QLC颗粒1TB空间一样的表现 只要储存档案 测试到最后也没有出现调数问题 那以上是10全CX2 1TB2.5寸SSD固态硬碟测试 虽然说这次我没有测到观众所说的环外 还有300MB每秒到写完 也许可能是不同测试机台会有不同的结果吧 但我觉得这一类同等级入门2.5寸SSD固态硬碟 应该差不多是这样同等读写速度表现 可能差别只有在各场使用的主控晶片和储存颗粒的耐用度 但我还是要老话一句一分钱一分货 自己在购买SSD固态硬碟时要多做点功课 才能减少自己踩到大雷去 免得拖累到自己的电脑效能慢到想砸掉啊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踩过什么超雷的SSD固态硬碟要分享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集影片见啦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